所以未來我會在民主的道路上 也就是跟國際社會站在一起的強化自己的力量 然後去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現狀 中國的威脅不是台灣的問題 是全世界的問題 我們再看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生他是怎麼說的 他在G7的高峰會上他公開講 他說台灣的安全問題是全世界的問題 甚至於在G7的聯合聲明裡面 警告中國在東海跟南海的擴軍 已經影響了印太的和平穩定 並且反對任何一方用武力或威脅的方式 改變台海的現狀 我讓大家知道 在這種狀況之下 國際社會已經對印太的和平穩定 已經投入非常大的力量在關注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真的有必要去接受中國的文工嗎 去接受中國的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原則 放棄我們的主權嗎 大家想一想 當我們放棄我們的主權之後 我們所得到的和平是不是真的和平 沒有主權的和平就像香港跟澳門一樣 在野黨也企圖簽訂和平協定來達到和平 如果和平能夠真正經由和平協定來得到的話 西藏今天不會這麼慘 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能夠理解 國際的做法就是靠力量來取得和平 但是在中國沒有放棄武力攻打台灣之前 而且你看不時的在軍演 然後對台灣進行各鄉的滲透 我們也不能夠天真的以為 接受九二共識然後進行談判 就有辦法獲得我們所需要的 這沒有辦法 所以未來我會在民主的道路上 也就是跟國際社會站在一起的 強化自己的力量 然後去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現狀 這個是我非常重要的工作 民進黨推動大學自治 這個在野跟執政都不會改變 但是不管是管中民事件 或者是林志堅的事件 其實社會都有很多面向 然後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在這個爭論的過程當中學習 在下一個階段如何建立一個更好的方式 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避免類似的情況再度發生 明言官方說要對這個問題 危險